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历半世纪风雨 Pasifica标志性建筑山姆城堡 终于在1959年吸引到了他现在的主人Sam Meza 以画匕首一起家 当时已身为旧金山地产大亨的Sam 偶然的一次机会看到了这座高高在上 却又惨败不堪的石头城堡 当即决定买下它 最终以29000美元的价格拿下城堡 随后他开始了全面而细致的修缮工作 虽然Sam从未搬进城堡居住 但生前拥有城堡的43年里 他花费大量时间在此举办慈善活动 广泛收集世界各地的珍贵藏品 并对公众开放参观 让世人亲身感受古堡的魅力 除了珍惜文物 古堡流传的灵异故事 同样吸引着世人来古堡一探究竟 有一定有关于藏尾本家 有关于藏经历移时 也不仅first地关上 室内有山洋宾或困留守 一个金箍像这样 他们尝拖变呢 ''Paranormal Explorers''是一番好名的 我们可能也有或许多数 都尽量都很多 也有有一个一些 一种各种不同的方式 partisan with all kinds of equipment. vos on with computers and equipment lights cameras film you know it's quite interesting. We do it at night from usually around 10 at night till three in the morning lights are off and we go from room to room. So they come de explorers they ask me question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about the people who may have lived here etc. Then he said be sure to remember 如果真的真的很遭 ,使我想看大部分是在這裡的 在在這個程度這裡的下一階段 Westminster長 Kitchen 我實在心裡 我會 Taylor 沂 ill是站在正式大廳 他們有兩個層樓的話 別人在一個 report上 和各有各個不同的地方 他 phrases 我們來這個街道 我們來為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山姆城堡的故事 不妨可以去看看由美国作家 Bridge Os撰写的非虚构作品《山姆城堡》 书中记载了城堡相关的真实趣闻和灵异事件 据说在参观城堡前 游客甚至可以预约该书作者亲自讲解 沉浸时体验这栋有故事的城堡 相信一定会让你不需此行 能让人不需此行的当然 还有Pacifica的美食和美酒 美国人在吃汉堡和三明治的时候 通常会搭配捷克起司 而这种起司最初的发源地就在Pacifica 当地的博物馆甚至专门开辟了品尝专区 供游人试吃正宗的捷克起司 同时也会每年举办捷克起司比赛 以烹饪的方式庆祝它的诞生 据一本《老猜谱》记载 最初是住在Pacifica的莫里家族 研发出捷克起司的制作工艺 从莫里的家乡意大利当地奶酪演化而来 历史学者Diaja Crowe很欣赏莫里夫人 于是扮演着他讲起了当年的故事 我们在西方的家庭里 我们在西方的家庭里做了一个很柔和白白的鸡 从我们的鸡房租出的美好的奶酪 我们有猴子给给我们的奶酪 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柔和美味的鸡 所以我从西方的鸡汁提供 我从西方的鸡汁提供 我们有一个朋友 我认为他有一个朋友 他的名字是 Mr. Baldocchi 他帮助我 因为鸡汁是很大和重的鸡汁 他帮助我把鸡汁提供 他帮助我们的鸡汁提供 他在我们的鸡汁里面 他为了三年长大和鸡汁提供 他在这里和我男人的鸡汁提供 他中间的鸡汁提供 他认为,哇,这很美味。 他刷码了它,商业了它, 所以它叫Monterey Jack。 真的,Monterey Jack在巴西菲甲开始了。 因火车而闻名于世的Pasifica, 在本地还存留着早年建造的老火车。 当地人把它们改建成餐车或咖啡馆。 著名的网红小店Piton Cafe就是用旧火车改建而成的。 乡村风的店内陈设充满巧思, 从火车向外望去, 涂鸦冲浪板和多肉小盆栽, 再加上蓝散摆放的木头椅子, 刚好组成了一派闲适与明媚。 Pasifica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地方, 生活在这里的人大都闲适安逸, 走在街上与人目光相对, 回馈的也都是笑意和问候。 而这样的热情融进当地酒文化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无论在酒吧或品酒市, 你总能遇到可以说话的人。 酒作为聊天的佐料, 更像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日常饮品。 说到聚会,C味饮品怎么可以少了啤酒? 当地最受欢迎的,除了自制的净酿啤酒, 更有新颖的鸡尾酒市啤酒。 我们喜欢做很多不同的酒,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普通的酒, 像是一般的酒, 像是一般的酒, 一般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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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也喜欢做一些玩意的酒, 像是我们的Pina Colada, 因为它有香味的酱, 它有香味的香味, 它是一种酱, 它不是不脆, 所以人们喜欢酒吧 可能会喜欢这酒吧。 或我们的酒吧, 我们的酒吧, 我们其实是我们的酒吧, 我们的酒吧, 我们叫他来自酒吧, 所以我们叫他来自酒吧, 一般的酒吧。 美食美酒, 冲浪徒步, 在Pasifica 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何止一种? 只要我们踏上的旅程, 总有惊喜在前方。 请看кую情节目, 词 would be,